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啊 我們現在要去米苔日的古著站 是不是太突然了 對 太突然了 我還在看路 欸 追焦了 我們現在要去米苔日的古著站 然後辦在那個Payme在附近的店 米苔日大家應該就是 或多或少應該有看到吧 因為有很多人分享 他分享的姿勢都非常的厲害 喜歡服飾的人應該很多人都有追蹤 那如果還沒追蹤的 真的要去追蹤一下 好 OK 那我們就趕快過去吧 GO I'll take for granted I'm trying to put my name into the city Then the planet Yeah I'm always wanna stay depressed in her life But I can't help it If I think about the future of my wife My kids the glory and the dreams I will achieve But before anyone else does I first gotta believe 欸 這超棒的 這是老婦項鍊啊 這超美的 買的啦 買的啦 好不好 這個東西大概 我猜這一週就會完售 趕快看到影片趕快來問還有沒有 家裡兄弟都有帶欸 家裡兄弟都有帶欸 我就是超美的 就是超棒的 這個畫就是用1920的就是老婦製作盒 那這邊下面這段的話就是日本的染染布就是都是捲置而撐的 然後是用就是非洲的口袋 但因為它有染色的關係 所以就是有做比較深一點 然後這個畫就是另外有附包裝是那個髮軍的針線包 還有就是我男人主題做的 不要 就是這個的話有零上 口袋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掛在鑰匙圈上面 哦 好 我要帶起來 好 讚 好看 好 哈囉 我是家裡兄弟的維庭 其實我上來台北因為衣服戴太少 然後這個活動我是上週還知道 然後剛好我有買新的毛帽跟新的領帶 所以我就直接搭九紅色的配色 然後穿燈線盒的拳套這樣子 燈線盒會帶出到優惨的風格 然後也比較適合這次的主題是鼓著的感覺 嗨大家好我是家裡兄弟的維加 我今天呢就是做一個 紅色系的多層次 因為今天這個是鼓著活動嘛 所以我這邊拿了一件 多加工的 就是很像拼捷的 整體的多層次就是在這個 衛套背心還有長城上 然後下擺這邊呢我弄一個流失的 有點像維基的東西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好 耶 耶 有點卡 就這個啊 我覺得這扣子顏色很漂亮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真的喔 對啊 因為很少 很少這個亮色的感覺 換一個地方 這是保齡球山啊 真的耶 而且是Hilton的 就我那件黃色也是這個 這個是畢章 就是他那個 保齡球的那個俱樂部 對啊 一般來說 真的耶 然後保齡球像 他有像會做這樣子的設計在這裡 也有的是 呃 領子的顏色不一樣 然後一般來說 背後還會有他的那個 你看他是 他是貴格 欸真的耶 他是貴格 對啊對啊 這是公司 所以這個應該是公司的保齡球俱樂部 有可能是這樣子 對 很有趣 這件其實蠻酷的 對啊 然後這邊原本有封名字 你看 然後名字被拆掉了 像我那一件他就是名字還有留著這樣 好你保齡球山再做一集啦 對保齡球山我們之後再做一集 我真的個人超愛保齡球山的 因為我覺得保齡球山穿起來有一種 就是耍帥的這種酷感 他就是他的版型的關係 還有這種材質嘛 所以他好像就會酷酷的這樣子 讚 就大概開一下就好 然後他背後你看 就是也會做這種大折啊 我是覺得應該是版型的關係啦 其實我沒有研究這個大折 對 好看 讚 讚 這邊就是很多這種 運動外套啊 尼龍外套啊 這種應該大家很常看到的 重點是他會寫一些 這一件他是什麼時候的 這個是很特別 就是比較考究一點的內容 像剛剛提的這一件 他就會寫 他還是貴格賣品公司 我真的欸 貴格賣品 1960年代 這就很有趣 對啊 這件真的不錯 而且很有收藏價值 那這一件呢 銀行單位啊 也60年代 對啊對啊 應該是有些細節啦 但我沒有辦法辨認 但那些細節 可以顯示它是60年代的東西 對啊很有趣 裡面都沒什麼人物可以認識 至少我看過這個 可是我也不知道這怎麼想 這華納卡通嗎 這卡通電話 這卡通電話了吧 對啊 可是也不認識 卡通電話想時候的回憶 對 完全已經忘記它叫什麼 應該是類似Gmail的部分 對啊 有一些使用痕跡 它扣子很酷 很酷耶 有X2 4 1 2 2 1 1 5 5 2 9 1 1 4 都好不容易修繞 對啊 他們蠻多生的 這很酷 來吧,來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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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拿一個 你要小給你 你不要拿出來就趕快丟 這樣我會很難過 我會很難過 現在大概是五點 前已經有點暗了 等一下 幫你把它抱起來 他累了 這個活動 是從12月3號 到12月底 28號 到28號 我詳細的資訊會放在下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玩一下 他有點像是一個pop up 所以他有一些 就是米台日 他選了一些他覺得很棒的 Vintage 的東西 然後他還有自己 手作的一些圖示 那些東西真的是很酷 因為他自己手作有一些是平階 加工的部分 我覺得那些還蠻值得看的 他自己有一個牌子 我把牌子下來這邊 大家真的是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喜歡古著風格 喜歡這種設計感的 你看到影片 都可以來逛一下 那單品有很多價格 比方說從一千塊 然後到重製的 可能八九千一萬的都有 對就是 各式各樣不同 而且他很棒的是 在這邊呢 Playme的店員們 還會跟你介紹 每一個單品 可能他有一些不同的歷史 不同的背後的意義 我覺得會很有趣 就是如果你喜歡服飾 來聽到這些東西的話 應該會很有感覺 對就算你其實不是很了解 就是跟店員全部 他們也非常樂意 他們的確 就是有很多知識 可以跟你講 對 非常棒 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來體驗 不管是古著文化 或是喜歡服飾內容 都會是很棒的一個活動 好 那就先這樣囉 下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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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妞的一天 叔叔視角 他很生氣 為什麼不給我拍了 給我拍一下 他起床 他起床氣 你再不給我拍 我就沒有題材了 OK 怎麼了 你覺得入鏡嗎 他是維達男耶 而且他現在是好朋友 他現在是好朋友 不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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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啊你衝啊 爸爸就是這樣子 又開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好可愛 好可愛 有搞什麼 我跟管 哦 好可愛 好可愛 啊 好可愛 我最喜歡這隻耶 好可愛 by bwd6